所有伤害百倍奉还 不过为了公平举荐 请公子配用和我相同型号的枪支 这把枪会不会被做了什么手脚 做没做手脚试试就知道了 不用紧张 把枪都给我放下 是 多谢营主对我的信任 同样我也会给予营主同等的信任 这把枪我用 斯泰尔SPP手枪口径9毫米 全枪长282毫米 重1.3千克 弹夹容量为30粒 尺寸小巧火力强大 不错 不愧是公子好严厉 营主过奖了 我们开始比赛吧 预备 开始 想超过我 没那么容易 功夫不错 可惜本公子没那么容易中招 好身手 你也不赖嘛 先走一步 那也得先问问我同不同意 雕虫小技 大意了 力度没控制好 要掉下去了 还好 虚惊一场 公子 对不住了 游戏结束 未必 云主的枪法虽好 在我看来也不过如此 我的枪法如何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公子再不追上来 就要输给我了 没那么容易 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不错嘛 我真是越来越好奇 公子的真实面貌 他们 千万传统文化之身 却被人类逐渐淡忘 以为不曾存在的 其实从未消失过 此虽不与怪力乱神 凡此终难进而远之 因为妖怪 就在我们身边 这次我可以带你去见 那哟 银主请自证 公子莫不是被戳中了什么痛处 恼羞成怒了 银主真是好手段 可惜 七将法对我没用 云主还是先担心担心自己吧 不劳烦公子挂心 多谢公子 把胜利拱手相让 不到最后一刻 银主还是不要太过自信的行 本云主偏偏就是这么自信 好快 该死 就差一点 你输了 愿赌服输 我已经命人将夜叉释放 不信的话 大河现在就联系他试试 本公子也不想占你便宜 既然你放了我的人 那批军火 我也会让人按原本的单子重新给你 看来 川文中很辣冷血的公子 也并非是一个无情之人 少攀交情 名义上你是白我是黑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而已 你该庆幸将我的人放了 要不然别说军火 就是你 本公子也绝不会放过 这么晚了 也不知道容学回去没有 我不在家 他会不会着急 这个点 也是时候回去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就先回去了 后会有期 怎么到处都没有开灯 容学是没回来 还是已经睡了 要是让他知道 我这么晚才回来 该怎么向他解释才好 该怎么向他解释才好 不是我不愿意 把真实身份告诉他 我的身份特殊 多一个人知道 就多一份危险 这个世界上 这么多人盼着我死 一旦消息泄露 给他惹来杀身之祸 可怎么办 我能护得了他一时 可护不了他一世 万一那天我被缠住了 可怎么办 算了 还是不要告诉他的好 沐沐 这么晚了 你到底去哪里了 怎么才回来 黄车酒店里 和你在一起的那个黄毛是谁 还有 你和秦云义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究竟 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去哪里可以 你在 ges slowing 我在这里 都只能不知道 乖看后续剧情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想珍惜举事传颂 只想看你笑得从容 得一个眼神就准备好 为你重逢 不想做大英雄世界那么的空 让我换身的龙带着我的空 处无影无踪 飞向铺满宝藏的山洞 却做你大英雄 与一万人之中 一千里冰封我任务 无声这一生就能至此 一眼就缺心的心动 作词 李宗盛